在今年过完年之后 我们的交货期有可能是再往下缩短一点 再提一点就是 有些人看球杆 人杆表面其实已经很复杂了 是吧 我们在表面这些东西要花的时间 表面看到的插角 镶嵌 其实一眼就知道这些匪 得花很多时间做了 但是其实最久的时间还不是这个 比如说这个杆子 它这个黑盘钱币肯定是去年就弄好了 到今年的时间点到了 然后它去选这个黑盘钱币 开始去做这些插角 但是在那之前 它就是在一堆黑盘钱币里面的其中一支 要做出那个黑盘钱币 黑盘钱币各位知道里面有套管型吧 各位有看到套紫星的套峰幕的 其实不止 有的是里面前段紫星 后段峰幕 有的是前段让你看到的是紫星 后面是峰幕 甚至还有比较夸张的 前段你看到峰幕 后面是黑盘套黑盘 黑盘套紫星 什么都有 为了调配出你更好的重量 对配合你指定的款式 我们得准备有很多很多的选项 才能够比较精准的去配到 符合你要的 就这个款 如果是在美式市场定的话 肯定比现在这把干 要重的0.6盎司 0.6盎司不是用夹的了 不是锁螺丝的 这边是没有的 你就外观看 连找孔看也都一样的 它重量怎么刚刚好 增加了这些重量 而且要增加在哪里 它还很均匀的增加 或者是集中在这个后面 你拆开这些东西之后 半真品很复杂 很系统很多啦 然后它要分很多类握把 有A1 A2 A4 然后每一个A1 A2 里后面都还有一个尾号 就是再细分再细分再细分 如果有空就可以拍一下 那个都是很复杂 那些东西都随时 每一个分项里面都要准备很多 而且在做那些半真品 就很耗时间了 各位可能以为说 只有潜洁料 我们会经过那种极端气候处理 又高温啦 又让它受潮啦 就不断的折磨它了 其实这个握把部分也是一样 握把套管的心 还有这个套管的这个心 这个蜂木心 通通都得经过那些处理 所以我们歪的几率才会那么的低 不是只有潜洁 这个后把也是 各位可能这边看不到了 其实这个是黑毯 也是先套了蜂木 然后最后再加工程塑料 PEEK 再加 加完之后再用这个编号 把蜂木全挡住 没有空隙可以进水器 所以光随便你看一个这个点 你如果把它切开从这边看 它是蜂木 可是你这边这一端就完全看不到蜂木了 为什么要蜂木 来减重 这不是整块都黑毯 那会非常非常重 对 那也不是整块都是你看到这个黑黑的 也不是白的 其实你这样 本来看到横切面 它是蜂木套在里面 外面是黑毯 经过这样子整 你看在一个半分点要多久 在开始做干之前的 这些半分点的整备 都会非常久 要准备那么久 我们以前每个月 是固定要必补一部分的半成品 但是 订单突然爆多了 我们原本准备的量是跟不上的 你现在增加 赶快每个月补多一点的半成品上去 但是时间也还没到 所以产量也不敢放手去增加 但是我跟各位预告就是我们 一个很稳健的扩产计划 在今年过完年之后 我们的交货期有可能是再往下缩短一点 就算订单再增加我们应该都还能够再缩短一点 我们现在调整了补半成品的动作 到那时候就看得到效果 对吧 现在我们补的也没有用 不过能马上就增加产量 因为那些放置的时间还没到 所以各位再讲一下就是可能我们也很无奈 就是也不是说要故意拖这个时间 我们拖这个没有意义了 我们这边每天工作时间都很长 大家都是希望赶快交给客户 可是有些原则也不能破 或者我们以后会修不完的 你也不希望你的肝 到最后是一直在寄回来 这边修那边修对不对 你也不舒服 我们也会很紧张